聞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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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 請陳金官議員發言 陳金官議員發言 主席 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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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組官官 大家好 那麼 每一年 我們地區保送到各大學的學生 還不少了 最近我們看 媒體報導 也就是一般的技职科大 那个毕业生 他的薪资比台大的学生 还高一到两倍 那最近这些 不管我们台湾 不管国外 台湾来说 洪海董事长郭台铭三次 就批评教育资源浪费 博士生卖鸡牌 那纽约市长 那个彭博也是一样的 上大学不如去当水电将 其实彭博的意思就是说 你上大学要四年 四年还要浪费多少钱 然后没有钱还要贷款 你毕业还要去还贷款 你不如去念技职 那本期这边最主要强调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现在一般的家长 还是停留在万般皆下平 唯有读书高 这种观念要改变了 观念改变以后 我们教育资源 也不会浪费掉那么多 我们现在看很多大学生 毕业以后没有一技职场 一个专场都没有 还不如一个高职毕业生 其实一直说台湾没有工作 其实台湾不是没有工作 缺的是技职方面的 你一般大学没有专场 念的干什么 真的是浪费 连美国纽约这个市场 蓬勃都有这种感慨 所以我们这个 在教育部门 在这方面应该也要做宣导 不是读书无愿论 而是教育资源的浪费 也浪费了他自己的时间 浪费了他自己的金钱 我想就这方面 我请教一下我们邱局长 你的看法怎么样 请主席才是 由我们邱局长做说明 请教育局 邱局长答案 主席 主席 谢谢 监管议员的关心 我想 这个议题 是现在 其实是 最重要的议题 最近都一直 在谈这些 而且呢 现在整个我们国内的环境 已经可以 走向来 强力的来推动 那个技职 那我们县里面的做法 我这边给您做一个报告 就是我们 希望把每一个孩子 把我们县里面 每一个孩子都带起来 这是我们的教育目标 那我们 有关于技职的部分 我跟您报告一下 最近有一个做法 我们准备明天 我们开一个 技职教育国中 技艺教育成果发表会 这个发表会里面 有国商 国商现在做技职尝试的同学 他把上一年的 技职体验课程的成果 在明天发表 那同时呢 我们会邀请 我们已经邀请 国二的学生 就是暑假过后就要升国商了 来 国二的学生跟学生家长 还有国商正在上 技职体验课程的学生的家长 一起来参加 明天的成果发表会 那成果发表会里面 我们会有一些资料 还有一些 观念的宣传 给孩子的 给孩子以及孩子的家长 我们希望说 让孩子知道说 现在这个 这个社会 已经渐渐转型了 其次 我们在 马祖高中的 保送名额里面 我们保送技职院校的 那个学生 大概每一年 也都有将近 三十几个四十个 保送科大的 所以在马祖 这一块 其实是 现在要做的 就是对家长观念的 一个宣导 学生的出入的部分 还有学生的 技职倾向的体验 这个部分 我们都已经很参通了 就是家长 只要家长认可 大概这个都没有问题 这个当然是未来孩子 未来孩子 寒寒出转圆 寒寒出转圆 这是一定是 未来一定是 走这样子的方向 同时国内环境 已经成熟了 其实我们最主要 不要让教育资源浪费了 其实前一阵子 媒体又去访问 那个博士 卖鸡牌那个 再回头 他还要不要念博士 他不要了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工作 他又继续念研究所 现在很多孩子是这样 然后说是念完毕 又还是没有工作 反正闲道也是闲道 再念博士去 整个教育资源浪费掉 并不是每个小孩子 都适合读书了 你看 比较先进的国家 日本 德国 其实他的 技职教育 非常的发达 对 这方面 我想你们 教育部门 做宣导的时候 要告诉家长 不要浪费时间 不是每个小孩 都适合念大学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我再请教一下局长 之前好像我们 县里面也准备 那个 不是准备 就已经在左手编 那个福州语的字典 是不是 对 对 因为本期看到一篇报导 福州现在也在编 福州也在编 而且他编了 我看那里面报导 他收录大概有收录到八千个字左右 蛮多的 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完成之前 希望说也跟他们做个沟通 其实我看这里面 蛮有意思的 他这里面除了一般的 这个 就是 不管方言的音译 不管字面 理解方面 你像两欧等等 我讲的那个 局长应该都听得懂 最主要是怎样呢 他这里面 编排的 尽量列举能够反映 湖州话语言特点的词语 例如呢 像这个 腹 就肚子嘛 腹嘛 他那个 第一示意呢 肚子呢 不罗阔 我们一般讲不罗 不罗阔是小时候 我们老人家才讲到 人家后面不罗阔 对 有这样子讲 所以 这些我们应该要去 跟人家 做沟通一下 就是 因为他们的 住院方式 跟我们家哪 可能住院方式 多多少少 都有一点区别 所以 未来他 大陆一般的 罗马平行比较多 所以这方面 我想 既然大陆 已经也在着手 我再举些例子 像 普罗里 就肚子底 对不对 肚子底 像 第二示意里面 与肚子相关的 肠胃内脏 像不动 就肠子 像杜吉他讲 不战 像内战 不抖 我想这些 我们看了以后 至少这些 我所观察 我所看到 我们这几年 马祖虽然一直在推广 像这方面 好像比较欠缺一点 也就比较通俗的这些 比较欠缺一点 那福州 他要编这个 编这个 他把这些都考虑在内 所以 这方面呢 我不知道局长 你的看法怎么样 谢谢 谢谢议员的关心 我们的编 福州与字典 这个部分 其实福州 那边也知道 然后福州 现在觉得说 我们好像做得比他更前面 那其实我们的查阅的方式 是现在是比福州好 福州现在正在做的福州好 那内容的部分 刚刚您所讲的那些内容 当然我们是字典里面都有 只是说我们在学校推母语的时候 比较倾向于用歌谣 什么 比较 你刚刚讲的这些 生活基本日常用语比较少 比较少 当然这是要强化的 我一直强调 我们母语的教学 不一定要用英语教学的模式 因为马祖有母语的环境 我觉得可以做调整 我每次都跟学校的母语老师 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导 另外就是我们的母语的词典 目前我们的几乎都已经完成了 那只是没有印出来 那我的想法里面 应该先用 先用电子书的 先用云端的方式 先放在网路上 先让大家用 然后发现问题什么 在随时就修正 我不希望这么早就印成书 因为字典是很厚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在今年里面 就跟教育部来申请说 我们就跟中华汉学字典 那样子的一个概念 就是像有编了一本 两岸用词的字典 那也是云端的字典 那我想我们马祖福州化这个 我们也走云端字典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先开放 然后让大家来使用 使用经过多少年以后 觉得稳定了 我们是不是再看 到时候再看 要不要印成书面 刚好那个 愿这一段时间 就局长所谓放在云端 让大家来提供意见 也刚好趁着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大陆那边变化怎么样 至少要编了就编完整一点 不要以后再花钱再编 那这个部分 我希望局长稍微注意一下 好不好 是的 我们很关注这个议题 OK 大陆也很关注 因为之前我记得前两年 婉建华校长打电话 我人在大陆 我在福州 他叫我去买 我整个福州 大大小小书店都跑过去 最后在那 在五一广场对面 那个雨山坛的底下 那个书店很不起眼 我跑最大书局好像没有 那个书局 只有那边101本 结果我答应他 我不好意思 我跟我太太一起去买 我太太说这个很好 可以留到参考 我说我答应婉建华校长 这一本就送给他 至少他可以 他还没退休 我说我们已经退休了 给他来做推广 应该很不错的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局长 就是教育部明年要推 这个交换教师 也就是教育部为了减少学校 和老师文化停滞的这种现象 也就是老师可以假下跟以校老师 一个学期或者一个学年 老师没有调整 只是做交换 时间 一个学期 这个事情局长了解多少 这个事情就是教育部在上一次 有一个会议里面 初步提出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这个概念 我们县里面 我们县里面大概前几年 曾经有尝试过 但是我想这个有难度 对不对 我想你比较了 你一定是很了解我们教育界的 但是他明年 我看报道明年8月就开始推了 教育部有这样的构想 其实当时提出这个 这个构想的时候 很多我们很多县市的教育局所长 都有跟教育部的承办人来讲 其实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 还有很多困难 包含老师 包含老师 因为有压力 对不对 老师一定会 其实有的时候 少许的压力也会 进步的动力 对 没错 本期在这边一再强调 其实像我们县政府 还有我们乡村 干部等等 本期以前一再建议 也就是说 类似像这种交换 我们跟台北市 或者新北市 或者基隆市都可以啊 因为我们公务院 长期在马祖 你没有到外面 没有看到人家到底怎么样 我说你至少到那边 你像到台北市 乡公所跟区公所做交流 你至少看一看 也知道人家是怎么样 怎么样 为我们 相亲来做 为我们的 相亲怎么样 那种态度 最主要是态度 我们现在最主要是态度的问题 那老师的部分 我想 在困难 其实也没有帮助 对老师多少有帮助 当然老师最好不要 本期很了解 老师最好不要 因为你到了其他学校 他压力就大了嘛 因为你 他这个时候呢 到了对方学校以后呢 有的时候 比较冷身地不熟一点 他也不敢说太麻糊 所以他压力就变大了 其实本期觉得啊 这个啊 慢慢推 从这个有意愿的老师先开始推嘛 那当然 我们也不禁止说 一定要整个学期 或者 初期的话 一个月可不可以 可以啊 以十周也可以啊 其实都可以 以五周也可以啊 就类似短期的那种 也一样的 至少从短期开始推 这些老师慢慢慢慢 就会习惯了 好不好 好 我们这个会配合教育部的政策 来做 那另外 本期想了解的 就是幼儿园 去年八月要开始了 像目前 二到三岁 公立的 应该只有东引跟菊光嘛 对不对 南北刚还是 私立 还是公司这样分开 对不对 但是我看上一次 你的工作报告里面 东引相立托儿所 你的括号里面 他目前还是相立的吗 没有 东引相立托儿所 原来在民政局筹办了 现在已经停招了 已经停掉了 也并到学校去了嘛 他们也 东引相公所也不办了 所以 原来如果东引相公所愿意办 我们希望说 变成有东引相公所继续办 幼儿园 因为台湾很多县市都是都有 那后来东引相公所 不愿意做了 那我们学校 我就唯请 我们东引国中校 那我们就学校自己 就来做 那当时我们调查过很多次 他有的时候说要 有的时候说又不要 最后我们跟他确认说 你到底发公文 你到底要不要 那他不做 不做 不做我们就要承受 所以我们现在 东引相立托儿所停了 但是有一些经费 教育部有些经费什么 那个还要再结清 所以我们工作报告里面还会写说 有一些什么教育部的补助 那些有一些补助经费 还要到最后结案 所以他那个已经都停掉了 最后一点 就是本心每次都在这边提 因为现在少子化 学校整聘的问题 教育资源整合的问题 这些啊 我想在现场这一任 应该做的肯定不大 但是至少呢 至少你们要做规划 要做规划 因为长期来看啊 马祖的这些学校 学生数啊 是越来越少 你看这一次 各校工作报告的时候 接受书安详就提出来嘛 各领域教师不够分配 我想尤其在南干 南干如果在两个国中 并且各领域老师 这种调配啊 应该这问题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老师数啊 我想我们的老师数 其实是跟班级数 是对应的 所以不会因为 两所并校以后 老师人数加倍 这是违法 而是说你至少 他班级数会增加嘛 以目前来说 班级数增加 老师的调配 你像靖恒他只有三个班 你老师怎么调配 对对对对 没错 你如果两个 那个中正跟介绍合并以后 他可能是一个年级 还不会变 班级数不变 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人数已经压得很低很低很低了 已经标准下线了 我们才15个 15个那是很低 已经很低很低了 已经很低了 所以这个东西啊 那我们不只这方面了 你其实学生数太少 同才之间的互动也少 那当然因为这就是小指化都会碰到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 用一些教育的方法去弥补 但是还是有差啦 对不对 还是有差 你以南干为例好了 南干的国小 你只有这么多学生 但是中正 人爱 接受 那大家抢来抢去嘛 抢小朋友嘛 你总数只有这么多嘛 所以这个没有意义啊 实质上没有意义 以前说教育部补助我们地区 是按照学校数 我说学校数 如果我们做整病 学校数不会少啊 你像南干的话 一所国中 一所国小 一所幼儿园 那还是三所嘛 对不对 你北干 北干整病以后 他还是三个在 你一个中三国中 一个 譬如说是弹起国小 你把你也可以做幼儿园 没有少啊 你好像增加 增加哪里 增加近衡 跟东引 如果分家的话 这里面还多两个出来了 如果说 以学校数来补助我们 我想这个部分 我每次在这边呼吁 是为什么 未来是必定要走的路 我们也期望说 你们把整个计划先做好 计划先做好 任何一个人 当县长我也都知道 都有主力 都有主力 那么我们也期望说 如果 当县长明年 他如果愿意连任 顺利连任 应该就可以执行这个了 这个 这个啊 大家不要去闪赌 应该要去面对 不要每次 大家再讲一讲就算了 你 做整病以后 我们的预算 各方面 也省了很多 局长 我们 就是 我们对于 学校资源的整病 当然跟少子化 要因应 一定要因应少子化 因为到时候 学生人数会越来越少 但是整病呢 一定要注意到 学生的受教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教师的工作权 这是第二个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我们其实 我们有在做 我们有在做准备 甚至有些 有些 举个例子 我们为什么 我们代理老师 比较多 就是其实 我们也看到未来 我们会怕说 到时候 如果整病以后 老师到时候 因为整病的关系 老师没有办法消化 所以这也是我们 都有在 都有在准备 但是我们也 也会说 也会说 未来马祖到底是怎样 举个例子 假如说 假如我们 真的未来 因为某些政策因素 马祖人变多了 我想 我想举的 就是所谓赌场 假如赌场 那又不一定 把计划 坐在那边 备合不愿都可以 你局长刚刚讲的 代理老师 本期又想起 说实在的 因为你整个没有定案 所以每一年两年 就出现 这个学校 代科老师 又多一点 那个学校 代科老师 又少一点 结果论了 每个学校 都在叫 都在喊 其实我在这边建议的 除非在这边 成家立业了 一般来说 他 奶马祖 主要目的干什么 变成合格老师 对 合格老师 你不信任他 他明年走 他一定 半夜都爬起来 真的 所以不要 不要担心这一块 本期每次建议 你不要担心 当然没错 现在的代理老师 跟正式老师 他都是合格老师 但是家长的观念 你们认为 那个是 代用教师 他一般都讲 代科教师 现在叫代用教师 他说我的儿子 怎么被代科老师教 那种是观念 其实他也是 但是我们 也要想一想 让这些老师在马祖 不要一辈子 他就代科 代科的话 他不会留太久 一年 甚至一个球就跑掉了 也就是中间台湾 有好一点的球 他又跑掉了 对 所以变成不安定 我想这个部分 代理老师的部分 我在这边建议 你局长还是思考一下 好不好 开球的时候 不要怕 真的 那些老师 你只要放他走 他第二年就离开了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是 好 谢谢 下面就叫一下 我们观光局长 那前一阵子 在马之王上面 有一篇 从大陆游客的角度 看马祖观光 这一篇报道 不知道 我们刘局长 有没有看到 它里面谈的就是 到马祖 比到那些 金门 香港 甚至菲律宾还要贵 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 刘局长 你了解多少 他连费用在上面 都做了比较 请主席才是 刘局长做说明 请观光局 刘德权局长 为什么我们 会比他贵那么多 主席 谢谢成员 对这个议题的关系 这个网站上 我有看到这个资料 那事实上 他的作业 因为基本上 大概我们第一个贵 贵在船运费 跟金门来讲 船运费 我们大概就已经 将近高过它一倍 一倍的价格 这个大概是一个因素 那因为我们现在 现阶段 特别是自由行的部分 它的便捷性 可能也大陆过来 也不像金门 那么一天一班 他们感觉不方便 这边二群船 第二个费用 船费太高 所以我们如何 跟人家竞争 你有想到吗 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 现在一直希望 第一个就是 环旗这条航线 我们再密切的联系 那我们也是希望 连加这个书记 如果能尽快订案 我们可能要 还要进一步再过去 跟他们来协调 这个相关方面 那这里面另外一个 还是有政策上的问题 就是说福州的办政 相关的便捷性 跟厦门之间的落差 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另外一个层面 因为我们现在有考虑 特别是像相关的 淡季的是希望 大陆也能够过来 因为万季目前 我们台湾的旅客 大概把我们这边的住宿 在各方面 大概都已经需求 基本的需求够 那现在我们就希望 能够办政的手续的部分 怎么便捷 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讲 配合环旗这条航线 如果能够尽快的开通 这两个可能是我们在 处理大陆相关观光客源的 现阶段可能努力的一个方向 好 那我想 环旗这个航线 本期就算开通 开放也不乐观 以我们业者这种 如果说船费 还是那么高的话 真的没有竞争 环旗如果下来 我推估这个费用 可能还比金门 应该不 你按理程本来就应该 比金门低 对对对 本期是担心的 他们那种观念 真的太短浅 我每次在这边提 我们那个乡亲林国宏 他每次自己很感慨 他都是股东 他说我的股东 眼光短浅 最好一次就捞到 一次就捞回来 不可能嘛 做生意 薄利多销 对不对 所以那观念要改变过来 你现在 为什么小长中 越来人越少 恶性循环 一天一帮 甚至于去的话 现在只要气象报导 能够不开 就停航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很抱怨 那种 好像一天亏本都不行的 都不能亏 每天都要撞 每天都要撞 就是那种形态 所以 本期这边建议 你跟那些业者 有的时候也要 也要给他们 平常 多开导开导 把那观念 给他改变一下 好不好 局长请坐 下面我请教一下 我们县长 县长 为了马祖博弈 当然提高了 马祖的知名度 人见度 观光也增加了很多 当然我们这个 可以肯定 但是呢 本席所担心的 三天两头几天 我们看报导 大陆就说 如果马祖开堵 我们就不让 这个我们的旅客 去马祖 还有呢 最近 立法院也是一样 那个报导 说立法委员 想变法 把那个博弈法 那个离岛的 大概变全国通用的 另外 大概明年 明年初 澎湖 也开始 第二次公投了 如果他们公投过 是不是 也是 变数之一 我想就 这个部分 请主席 采氏 由我们县长 做个说明 你像那个蔚蓝 就算准了 过了 投资 如果那么大 如果 澎湖又过了 会不会 跑掉 等等 请 现场做个说明 好不好 好 请现场答复 谢谢 陈云的指教 跟关心 我想 这个问题 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首先 我们现场大陆 其实 台湾中华民国政府 并不是因为说 大陆说了什么 他就做什么 或者不做什么 这是第一个 我们的确注意到 但是我们很详细 看一下大陆他们所发表的内容 他所有的文字是这样子 我们希望台湾有关方面 从维护两岸旅游交流合作 大局角度出发 审慎处理此事 若该案通过 马祖开赌 势必影响两岸正常的旅游交流合作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措施 限制大陆居民前往相关地区旅游 相关地区是什么 这里面有很大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是政治术语 整个国际观光度假区 只有5%跟赌博有关系 95%跟赌博都没有关系 我们这样子想 如果马祖 我们没有争取博弈 我们只争取观光旅游 我们只争取观光旅游 他会不会反对 他没有理由反对 也就是说95%他都没有理由反对 95%那是他反对的 我们把95%的地方做个区隔 大陆人来 因为大陆政府不准去赌博 所以5%的地方你不要进去 95%的地方换你来 但是现在问题所有的报导 把95%盖过去了 我想这样子 如果没有5% 就没有人愿意投资 95% 这个是不得不的选择 我想 我个人不喜欢赌 很多马祖相亲也不喜欢赌 但是呢 我们多数的马祖相亲 做了这样子的决定 做了这样子的决定 这个是借着博弈这个议题 我们做这样子选择来突破我们的困境 这是不得不的选择 一个大陆方面 我刚才讲了 其实世界上有140几个国家 他都有开赌 大陆并没有禁止 也无从禁止 第二个 就大陆来讲 他的特区澳门 他开放赌博 他大陆也没有禁止 我想 这个部分 有机会 有机会 我们愿意 透过了相关管道 跟他们继续沟通 这是第一个 现在这个怎么解读 每个人解读都不一样 那我们自己可以操控的部分 就立法院报道说立法院要变法 没有错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你担心不担心 其实也无从担心 开始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 但是我们没有选择 第一个在法上面 第一个在法上面 因为他的法院依据是 离岛建设条例 十条之二 也就是说 只有在离岛法院上 可以这样做 因为有这样的法院 我们才有机会 提出这样的主张 而且经过多数相亲 他认可 所以说 整个开放国际官方度假圈 喊博弈 整个这个事件上面 我们是占了先机 台湾的立法委员 为什么要抢 因为这个商机很大 台湾第一个 如果说共事够 它有可能进去 有可能进去 但是呢 我想在时间点上面 我们从整个政治生态上面来讲 马祖的立委 在一百多个立委里面只占一席 我们大概也没有办法全面去影响 这也是本心担心 陈立委虽然体型很大 但是他只有一票 但是他的影响力绝对不止一票了 这样子我要这样讲 第一个台湾要建立共事 它要建立共事很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说台湾也开放 我们希望机遇 机遇对离岛的特别照顾 在时间上面 能够拖一下 比如说第一张 证照跟第二张之间 要做个区隔 比如说五年 三年五年 我们只要机场盖好以后 有没有博弈 其实那个不重要 但是现在没有博弈 绝对没有机场 但是现在如果说 好未来都很顺利都成了 但是客源不足的话 那未来这些机场 这些所有的 因为投资的话 一定都是从各银行连贷给它 那如果说厂商跑了 那这些未来谁去还这个钱 其实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议题 为什么 万一啊 不是万一 我分析一下 第一个 厂商如果要想赚钱 他如果交通不改善 客人根本就进不来 所以交通投资 变成他投资的一部分 只要交通到位以后 如果他赌场 客源不够 他赚不到钱 我们还有观光客 这个观光客 只要交通改善以后 我们光是吃观光客的 这个生意 这个饭就吃不完了 本期是担心说他落跑了 那所有贷款 银行跟法院要求查封 查封以后要我们来还 那还不得了了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银行是贷给他 我们不是连带保证人 我们只是提供土地处分 那银行要接收机场怎么办 这些都接收了 那个我们采取的将来 我想地上权设定 地上权设定 本期真的有提醒 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另外请现场简单答 澎湖如果明年初也通过的话 怎么办 同样的 其实我刚才已经做了 事段的答复 澎湖也好 金门也好 以现有里岛建设条例 不能把它们排除 但是我们希望中央政府 最少在第一张牌 如果是我们得到了 因为我们的基础建设 特别是机场 我们跟澎湖跟金门 都有一段距离 最少让我把机场盖好以后 他再核准第二张 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相对才有保障 主席 再接一下时间 我把陈军议员的时间 借一点过来 因为之前陈军议员跟我说 他说监管大哥 我的时间你尽量讲 我也不好意思尽量讲 尽量讲占太多 我想其实 因为 博弈这个议题 让马祖人见度 都提高非常多 官客也增加很多 所以本期在这边 建议现场 相关局势 每一年办了很多活动 有一些活动要做检讨了 有一些活动 不必花那么多的钱了 因为现在官客 只是交通的问题了 其实你真正客源 真的很多了 所以我们要不要 再办那么多的活动 我不知道现在 你对本期这种看法怎么样 我想是这样子 有一些活动 你不能量化 但是呢 他对整体观光的 这个成效是有的 我想 我们目前大家进来 是一种集体的成绩 能够让马祖 曝光度增加的 不是只有国益这个议题 我杨某人也不是只会赌 但是像李小时 李小时像量导人 这些都可以帮马祖 帮上国际的台面 特别是 比如说去年 前年 我们国际有人来到这边 透过永鹏帮 外交使节团 把整个马祖的知名度 往上炒 当然国益是个关键 但是我讲 不能因为说 因为国益 你有了其他的不要 其实不是 所以说每一个局势 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有的是主刹 有的是位数 有的是配刹 有的是增加发射 所以不能因为说 他这个角色扮演不重要 就是说他可以拿掉 因为拿掉以后 有一些实际上 也可以做检讨了 可以检讨 因为有一些当初是为了吸引 吸引这些观光客 来我们办的活动 现在已经很多 像刚刚现场你提到亮岛人 那本期不知道说 未来亮岛人 你做怎么样的展示 是在亮岛展示 还是复制品 在南北干这边 有没有构想 我想亮岛人 在整个南岛渔族 迁徙的过程里面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目前我们亮岛一号 二号 它的立腺体DNA 成功地萃取分析之后 我们大概把人类 南岛渔族迁徙时尚 最缺的一块 把这块补起来了 这个在国际上将来 它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 我们现有的民主文物馆 也因应这样子 做了局部整修 来增加它的展览内容 我个人的看法 亮岛 它是一个未开发的地 对很多考古的历史学者 观光的这些人来讲 它是听得到 到不了的地方 将来如果说 我们在县地 也可以保存 参观 限量 对整个我们地区 文化的高度 跟内涵来讲 它有绝对的 那在我们民主文物馆 可不可以用复制品 做展示 其实民主文物馆 除了人像 是用复制的以外 因为那个把骨头 摆在那边沾来 毕竟不是那么好 而且现在已经在进行中 相关的设施 有的已经做好了 我想民主文物馆 一定 因为并不是说 以后 就算亮岛开放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 所以民主文物馆 还是它的重点 那将来 将来亮岛能不能做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很多 包括国航部 包括文化部 甚至于说 我们想做一个能源 绿色能源示范的 一个点 这个又牵涉到 经济部 能源局 所以是一个比较 复杂的议题 但是呢 我想也可以借着 这个议题 让更多人了解 马祖 了解亮岛 了解亮岛人 好 谢谢先生 先生请坐